来关注到的是Delta病毒来势汹汹 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 国内目前累计总共有67例的Delta变异株患者 而其中有54例都是境外移入 13例是之前的屏东群聚事件 而为了要严防变种病毒入侵 国内从7月2号起对境外移入个案进行基因定序 而在过去这一周也有12个人都是感染了Delta 而其中有三个人更是发生了所谓的突破性感染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完整接种了两剂莫德纳 而且第二剂也超过了14天 但是还是确诊 为了严防变种病毒入侵 国内加强边境管制 更从7月2号开始 针对所有境外移入病例都会进行基因定序 过去一个礼拜只有12人感染变种病毒 而且通通都是Delta变异株 三位之外其他的九位都是有接种过一剂或两剂疫苗的 其中还有三位是符合我们所谓的突破性感染 指挥中心统计国内的Delta变异株病例 有54例境外移入 加上和屏东群聚案有关的13例本土确诊 累计一共有67例 其中上礼拜新增的12名境外移入个案 有三人都接种过两剂莫德纳疫苗 第二剂施打也迈14天了 却还是在境外感染Delta 也就是属于突破性感染 已经下令 基因定序没有出来的阳性 从境外过来的确诊个案 都似同Delta病毒 一个都不能疏忽 一周就新增12例Delta病例 新北市长侯友耶紧急宣布 未来新北市医院针对所有境外移入确诊者 在基因定序还没有出来之前 都视为Delta变种病毒 而采音才能出院就担心一个疏忽都可能让变种病毒有机可乘 建台北综合报道